你好,我叫尼姆拉达,我是尼泊尔。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加德满都杜巴广场, 杜巴广场是尼泊尔的文化。 杜巴广场南阔了尼泊尔, 16世纪至19世纪之间的古典建筑, 在尼泊尔的地位,就像中国的故宫。 九年前学过中文, 然后学好中文以后, 我就开始做中文方面的各个工作。 比如说,有时候我去做翻译, 但是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当导游。 我就带中国游客去尼泊尔的各个地方, 去看美丽的金色。 中国朋友们大家都高兴的, 看他们高兴,我也很高兴。 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朋友。 所以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了。 旅游业是尼泊尔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。 2019年, 共有约119万人次的国际游客 当访尼泊尔, 中国游客近17万, 占比近15%。 你们知道吗? 为什么我们中国导游喜欢带中国的游客? 因为他们非常友好。 他们爱笑,爱说话, 喜欢帮忙人家。 特别就是, 他们理解尼泊尔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。 他们去帮忙, 他们去克作。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, 2020年仅有近23万名国际游客访问了尼泊尔, 将2019年下降了80.78%。 疫情的影响非常大了。 现在的话, 我们的旅游职业几乎失业了。 各个国家来的游客们都少了。 从中国来的游客都少了。 我的中国朋友们非常担心我, 非常关心我。 然后他们就问这里的当地情况。 他们问我的家里的情况。 这样让我感觉非常吻后。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快结束, 然后我们有机会再见个面。